环境争议基金会释出一份国内气候政策报告 指出台湾气候政策的缺漏 包含政府缺乏完整的气候治理 不足的气候预算 缺乏光明机制以及忽略海洋生态等 并结合在埃及进行的联合国气候高峰会COP27 讨论的相关议题 而刚从COP27返台的赵家伟 提到COP27这次首设海洋馆 也凸显国际社会逐渐重视海洋在气候变迁的地位 但我们台湾在看海洋在整个我们谈进行里面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都比较注重在谈说 离安风力的发展跟海洋人的发展 甚至是说我们海底里面还有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去做探勘 会议到说海洋整体来讲的话 它其实所谓的 它是建构我们台湾探汇的一个很重要的要项 而近期台湾为了力拼2050年进行碳牌 近期将修订的《气候变迁因应法》 当中对碳汇的定义也有扩及海洋 不过环团的报告指出 国家在2020年预计划设10%的海洋保护区目标 至今都还没开始讨论 若要以再增加森林碳汇吸收 对森林覆盖已达到60.71%的台湾来说 已相当具有挑战 我们可以发现碳汇在里面是被称为森林碳汇 也就是说这笔预算基本上不会被用在海洋上面 那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海洋碳汇透过富裕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不过谈到碳汇 今年COP27原住民族气候变迁联盟也出席 并提出肯认原住民族自然主权 碳贡献 历史累积等原住民权力入弃签法的诉求 期盼透过国际间的讨论 让台湾政府重视 推动森林碳排的同时也注意人权发展 原市新闻阿斯巴杜布罗路亚立法院采访报道